四国部队向以色列宣战 更大飞机交致 大批中国网名 力挺哈马斯 中共的洗脑令人心惊 习近平行动异常 中南海有情况 哈马斯和以色列的战争状况仍在恶化 目前 叙利亚 黎巴勒 伊拉克和阿富汗民兵也都表态 要参战来对抗以色列 使得中东战火已经越来越烈 甚至更大的危机正在酝酿中 以色列陆军的第98师师长向国土报表示 哈马斯在7日的行动中已经使以色列陆军在加萨附近的作战指挥部遭到完全摧毁 且里面的士兵也全部被杀 此一战损令以色列军方暴怒 不过 这还不是最大的刺激 以军在收复卡法阿扎基布辞职时 发现了200名军民遭杀害 其中有40名死者是婴儿 当地时间10日 哈马斯发起第二轮攻击 向以色列南部地区发射上百枚火箭弹 大部分被以色列防空系统拦截 哈马斯同时闯入边境城市 杀害并绑架平民 目前 人质人数已经暴增到150人以上 很多人连鞋都来不及穿 就被绑走 哈马斯连85岁老奶奶都不放过 还在网上直播影片炫耀 让人质家属心碎 其中 一段被公布的影片中 一名女童被枪决 她的父母和弟妹几乎崩溃 在以色列北部地区 黎巴胺论珍州党部队对以色列国防军阵地开火 并损坏一辆车辆 同时 叙利亚也向哥兰高地发射几枚炮弹 阿富汗塔利班则呼吁临近国家能够开放边境 让塔利班的部队可以参战 来对以色列发动攻击 这使得巴以冲突地区局势进一步恶化 埃及方面关闭了过境点 以不接受加萨难云的逃离 这使人道主义的问题更加雪上加霜 在以巴恶战建在险上之际 俄罗斯也出现异动 俄外交部副部长雷亚布可夫10日表示 俄方建道迹象检视 美国正为在内华达州重启核试验做准备 那么 莫斯科也将重启俄国的核试验计划 俄罗斯趁国际社会聚焦以巴之气 用核试验被死西方 有军事博主在社媒发文指 巴勒斯坦的哈马斯使用朝鲜制造的F7 高炮破片火箭 俄罗斯 朝鲜 以及哈马斯最大支持者伊朗 都与中共关系密切 这些信息似乎显示 以巴大战的背后是独裁与民主阵营的对抗 这更让外界担忧 局势会演变成世界大战 日本产经新闻 台北支局长石板明夫发文说 当今世界上有四个火药库 分别是俄罗斯和乌克兰 巴勒斯坦和以色列 中国和台湾 朝鲜和韩国 都是独裁与自由的对立 现在 四大火药库已经引爆 俄乌与巴以这两个 全世界热爱自由民主的人 需要支持正义 早日让战争结束 同时也要防止剩下的两个火药库爆炸 部分婴儿遭斩首 据美国之音报道 自哈马斯突然对以色列展开 袭击以来 中国网络上 大批网民们选择明确站在哈马斯一方 批评以色列遭到攻击 是揪由自取 一些人甚至感慨 纳粹德国领袖希特勒 当时没能将犹太人消灭干净 一名中国网民写道 还是怪小胡子 当时烧光了 不就没这么多事了 另一位网民写道 历史中将被小胡子洗去 他不该承受的罪名 搞不好还能洗白 中国网络上的这一轮 对以色列的批评 还蔓延到了 对于犹太民族的攻击 博主兔头学姐张铁根称 犹太人遭遇的歧视和排挤 是由于他们自己太爱金钱 这种人在中国社会有个词形容 叫做为父不仁 结党私营 是要被抄家秘族的 他的这篇贴文收获了 超过2000个点赞 以色列官方表示 一名在北京出生的 乙中混血女子 在哈马斯的攻击中被绑架 目前下落不明 但在评论区 大陆网民们纷纷谴责以色列 试图通过该名女子的遭遇 将中国拉入乙哈纷争当中 有网友写道 北京出生的以色列女孩 那么她是以色列女孩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此外 以色列在中国社会上的账号 遭到了网民的围攻 在以色列驻广州总领事馆 一条有关哈马斯攻击的微博贴文下 点赞最高的一条评论写道 打倒犹太恐怖主义和以色列新纳粹 对于中国网络上的反游情绪 中与学术交流促进协会 创始人兼执行董事魏凯利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这是由于缺乏获取优质信息的渠道 我不会说 在中国真的有反犹太主义 或者是对于以色列犹太人的仇恨 这是中共洗脑的一种 这发生在你不知道 到底在发生什么的时候 你只被灌输 某一方的说法 虽然中国近年来增加了 与以色列的联系 特别是在包括军事技术在内的 科技交流和投资合作 但贝卡利认为 在政治方面 中共在所有国际社会场合 百分之百的反对以色列 连弃权票都不愿投 他甚至直言不讳的说道 历史证明 中共的中东政策 其实就是在方便的时候 出卖以色列 目的是博取阿拉伯国家的支持 自由之家 中港台研究主任 王亚秋告诉美国之音 由于中共当局通过审查等多种方式 限制民间的不同声音 反对反犹太主义的观点 很难流传开 就算在中国社会里 有人想要提出不同的观点 并驳斥仇恨的刻板印象 他们也很难做到 习近平刚刚在北京 会见美国国会参议院 多数党领袖舒默后 就再度离京 到江西九江视察 最近三个月 习近平行踪诡异 频繁离京 外界猜测 习近平可能觉得中南海不安全 担心政变 暗杀预言成真 中共党媒报道 10月10日下午 习近平在江西省九江市 先后考察了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 九江城区段 中国石化九江分公司 而在前一天下午 习近平在北京大会堂 会见了美国国会参议院 多数党领袖舒默率领的 国会代表团 这是2019年以来 美国议员首次访问北京 不过习近平前脚刚会见完 美国国会议员舒默 就离开北京 第二天就现身江西视察 他的这一诡异行踪 再度引发外界关注 据党媒披露的信息 最近三个月 习近平乘坐专列 离京的次数明显增加 9月已经两度离京 习近平离京出行 大多只坐火车 不坐飞机 而且官媒的报道 大多都是言后发布 大纪元早前获得权威来源的消息 习近平相信预言 担心政变 暗杀 因此常常隐身 行踪不定 而且预言中 有弓箭 习近平认为与火箭军有关 因此对火箭军进行大清洗 实事评论人士 钟原日前在大纪元撰文指出 按理说 习近平本应减少外出 实际却恰恰相反 最近三个月 他频繁离京 最合理的解释 恐怕是习近平觉得中南海不安全 推背图第46项中说 东边门里扶金剑 勇士后门入地宫 像在遇事政变 暗杀会发生在中南海 钟原分析 习近平身边的高人 很可能按照预言推测 中南海是不祥之地 习近平也深信不疑 因此不愿意长时间待在中南海 习近平四处游走 尽可能避开中南海 让搞政变 暗杀的人不知道他在哪里 钟原表示 如果推背图中 所视的身带工的人 或白头翁 仍未被彻底清除 习近平恐怕睡过安稳 估计还会继续频繁离经 隐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